好, 再見 Jacky, 為何帶我來這裡呢? 厲害, 這裡是香港人來深圳玩 必來的手信店 這麼厲害?他買什麼? 創意包點, 很多人排隊就趕快 這麼厲害? 是呀 那個塔好像很有型 對, 盆塔 它烤得有點蓬黑 是呀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炮糠 炮糞, 炮糞, 炮糞 我喜歡吃海苔肉鬆小貝 剛才那種好吃嗎? 是 我買了五樣我最喜歡吃的 是 先試一下新品 新品是什麼? 反栗酥, 還有燙手 很熱 看樣子就可以 真是栗子 對, 而且很飽滿 原粒栗子 原粒栗子 好像把蛋黃變成栗子 切成海苔餅 很熱 很香 栗子很好吃 對, 栗子很香 好, 知道蠔融嗎? 好 好, 很多鹹 很多鹹 蠔融蛋黃 很棒 皮很鬆化 蛋黃和蠔融的比例挺好 最棒的是蛋黃已經做了融 一沙沙 蠔融蛋黃, 但從我來說有點甜 你這麼喜歡吃榴槤 這個榴槤撻就讓你嘗嘗吧 是 原來他做了榴槤醬 對… 這個很濃郁 這麼像金枕頭的味道 對 兩種的平衡做得很好, 我覺得 對, 皮也做得不錯 是… 福奇皮 嘗嘗海鹽芝士 酥皮一層一層做得很好 對 層素很分明 芝士很香 鹹鹹的, 有一點點海鹽的味道 是 我最喜歡這個酥皮做得很鬆化 很有層次 這個酥可以嗎? 可以 很棒 輪到它的名物 我真是 海苔肉鬆小輩 很期待 它的餡料做得很絲滑 鹹鹹甜甜, 我很喜歡 它的肉鬆是很脆的 海苔肉鬆焗得脆脆的, 挺有趣 不得知有這麼多香港人 都必買 沒錯 我覺得香港人很多人出去玩 去旅行都喜歡買手信 是 而這間店的食物 無論種類還是味道, 都挺特別 很代表當地食物的風格 沒錯 買回到香港是受歡迎的 是 但我又有少許的保留 為什麼我會給這個一事無妨呢? 我和你現在吃, 覺得很好吃 是 但如果買回去做手信 我覺得有點… 發脆是嗎? 過了它最佳食用的時候 除了剛剛那間包店之外 另一間芝士蛋糕專門店 也是人氣熱門手信 我每次過關都發現 不少人拿著他們的很搶眼的袋子 Jacky 是 聽說香港人來到深圳 如果要離開的時候 買車票也要買它 是嗎? 是 是 半熟的蛋糕 你看有多厲害 半熟嗎? 好像全熟了 不是 比我和你熟了 不過很便宜, 只有幾十元而已 這裡有幾十元 對 這樣 也不差, 用料不錯 是, 還可以 盒子很硬 對 你是不是選這個? 不是 好 我覺得是嘗嘗無妨的 是 但說到要排隊又要吃 因為我懂得做的 我做出來就好吃很多 我也是那句 我幫它便宜 你算一下吃, 比那樣可以的 也是那句 連你也會做 我不用說了, 這個很正常 你會做嗎? 又來到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那盒子 這個是近幾年 非常流行的巴斯克蛋糕 加了香芋在下面 就是香芋巴斯克 而我這個是榴槤芝士蛋糕 也是這間店的招牌之一 他們叫很火的 我先嘗嘗這個 很火 我先嘗嘗 下面那個香芋的底部 也很厚實 是 怎麼樣? 我覺得非常失敗 是 因為這個巴斯克芝士蛋糕 本身已經是一種 非常軟滑、黏糯的質地 你再做一坨的東西, 幹嘛? 是 那個香芋是厚實的 吃起來很不舒服, 稠稠稠 對, 我覺得不太好 好, 說一下我這個 我這個就是榴槤味的芝士蛋糕 但芝士蛋糕本身是不錯的 很軟熟, 做到芝士蛋糕的效果 是 但如果它說榴槤味的話 我就有點失望 你聞不到榴槤味 對 你吃的時候只是隱約吃到榴槤味 所以我覺得也很一般 還未至於節省 但幾十元, 我覺得也無妨 不榴槤那麼貴, 當然了 這個巴斯克 我覺得如果它正經地做巴斯克蛋糕 也可以 是 但它做一坨香芋下去 是 我覺得不太好 又到比分的時候了 來, 開來見它 Jacky, 兩大手信就試完了 是時候找個地方吃晚飯了 我有個心碎推介, 一樣很夠人力 好啊, 去吧, 去吧 真的很有感覺 不是 這條是我最喜歡吃的魚之一 是 這條叫南昌魚 是 但我們香港人叫瓜華倉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很好吃的 這條魚很厲害 魚味道濃得…你試一口就知道 好 還有一個優點是你死命煮它 是 死命蒸它 也不會老的 這裡也不會老的 日本人是用來生吃的 對, 因為很濃郁的味道 很濃郁的味道 很好吃 除了這個好吃之外 我們現在吃魷魚 是 這個小水筒 是 這個很夠鑊氣 很香, 全都是蔥炒的 我最喜歡的 對… 是否很滑 是, 很脆 很柔軟 是, 很脆 很脆的 有些魷魚叫大尾油 是 所以味道很大 這些粗通仔很窄的 窄窄長長的 有些人叫它… 這就像火箭油一樣 是 火箭一樣窄窄長長 這些粗通仔 不論細條細到這樣 或者去到這樣也好 曬乾了也好吃 是, 我喜歡吃細條曬乾了一點 然後加大量的薑去蒸 加少許豉油熟油 很好吃 我們又懂得吃東西 當然懂 懂得吃東西 好, 去到西西條的馬幼 這個紅燒方法 我在這裡第一次吃 是 我看看它的紅燒 跟我們清蒸有什麼分別 我們香港人吃馬幼當然是蒸 是 馬幼真的沒得輸 是 但我嫌汁比較濃一點 是 所以我喜歡香港清蒸 清蒸的 清蒸的豉油可能比較好 這個真的沒得輸 無論是魚油、魚味 你怎麼煮都好吃 蒸也好, 煎也好 紅燒也好吃 是 剛才蘸菜的時候 蘸了尖椒酸菜炒魚腸 但是… 我收回剛才那句 什麼? 有些東西要大條才好吃 就是這個魚腸 通常我們吃淡水魚的魚腸 很小條, 軟糯糯的 是 只可以混蛋來煎 但是這個… 整條豬腸這麼大 對, 整條生腸這麼大 這些應該是深水魚的魚腸 對 還吃水很深 是 很爽, 而且… 怎麼這麼離譜? 跟腸內臟配酸菜辣椒 真的沒得受 很爽, 各有魚腸風味 如果來到這裡, 這個不可以不叫 真的好吃到爆炒 有什麼好推介? 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這個魚麵 我覺得好像很好吃 是, 真的像麵一樣 好像上海粗糙 這個也很囂張 是 這麼囂張?我先試試 我先試試看 很有力 這個沒話說 這個就像我們香港吃的魚蛋粉店 這麼大條、這麼長的魚片 像一片片的 不方做一個魚漿 然後用一個像沙桂的漏豆 用一條條 用一個洞的粗度 用一條條 但這個真的不是 那些比較軟, 這些比較嚼勁 比較有力 朗口 對…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來到蛇口 因為這裡本身很近海 對 有很多這種海鮮吃 是, 海吃海 近海的地方吃的魚產 當然比較新鮮 第一, 最後一碟 我是有點猶豫的 是 因為香港我們捨得很多 是 是 焦鹽不久肚 是 如果連這碟也贏香港 我真的沒話說 是 那真的要移民過來這裡才行 是 移民也很近 不近, 嘗嘗行不行 這個我覺得魚的本質… 魚的本質很新鮮 新鮮得肉很有魚味 是 但鹽是什麼呢? 好像沒有加煤氣費 不夠火氣 就是火氣不夠 小炒就很夠鑊氣 是 對 是, 這個炸的東西可能差一點 不僅…這裡不僅夠鑊氣 是人氣也很夠 對, 趕快吃了 這麼多人, 待會有很多人等位 找來這裡? 追查的 各位觀眾 大沖烤肥腸 等一下就開尾 obese 我和你一起吃 你也好, 有紅色 肥肥腦, 很熱… 又在燉燉燉燉 聽說這間食堂本來只是給職工做食堂 誰知道這道菜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到處的街坊, 慕名而來